台北 越夜越美丽的台北 大大小小的夜市 是现代化都市中 最有人情味与台湾味的地方 其中士林 通话街 饶河街 华西街 可说是台北夜市的四大天王 目前的通话街夜市 已经规划成 临江街观光夜市 有各种美味小吃 可大块朵頤之外 还可边散步 边逛街购物 而且沿街随处可听到 各种喧哗的叫卖声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 以客家话来招揽生意呢 其实早期的通话街 可是哈嘎尼 北上创业的新生地 会于临江街的大德声药行的李德俊 回忆当年从新竹竹北 来到通话街的情形 应该四十年 四十六千年之后 要养育通话街 通话街的设计 也设计 那些众喊应该 都在 给三十年感受 刚才是今天 我们手里带聊会 还能去找摩天梯 走 那些众特别做共 做共 也设计 那些众特别 打到这种 要让我通话街 不打到 以后风 只穿一穿 可能要漂浮了这样 那些众特别 没转 就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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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通话街 临枪街 第四低洼 欲语就焉 所以叫 破心脚 因为 哈敢影不少 又称 破心国为 哈状 哈敢影移民通话街的人数 在民国45年前后最多 也许是哈敢影的 天生个性使然 住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 像在自家顶楼的铁皮屋顶上 种植蔬菜的柳台狗呢 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刘家菜园 这次有通话街 用去洗水送特别 汽水半有通话街 大概三十 四十半年了 这次特别做的 算是你来的 古兴的 因为你香港人 共产党的变成是 爽 或是 轻轻 像是 在顶楼和 撩壁 含壁 某种 所以 就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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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工作 以后面来做些事 以后面来做些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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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溜达 去看 一跳一跳 冬冬海 心不准备 都可以 来自新竹新埔的柳台狗 有着 哈嘎勤俭的精神 利用回收后的 保利荣鱼香 种植十多种有机蔬菜的 空中菜园 看到不只是 生气盎然的蔬菜 更看到 人与泥土那种 无可取代的感情 充分展现 哈嘎勤俱足而居 落地生根的个性 而位于通话街 三十九项的 通话福德宫 早期以闽南人为主 由于哈嘎勤 对北宫的信仰 极为虔诚 因此成为 哈嘎勤信仰中心的 哈嘎勤 这间北宫廟 是我们的哈嘎勤的 给 给 给 祈祷 因为哈嘎勤 是 特别让他通话 才是 是 摸的 那边加租 所以 多了 就要 下去 aquesta北宫廟 所以 。 他家里有照面来 所以 一 öğ 他们当 你 来北宫廟 阿嘎勤 别 そして 有人考虑过 我们目前 非常烦恼 非常烦恼 非常好人 我们所有求的情节都 我们求的情节都在这个目的 所以 今天我们中南部民族 会在这里的景象 乡愁定居 台北客家 一群离乡背景 迁徙北上生活的客家人 历经艰辛岁月 将人文晦翠的台北 打造成客家族群的新原乡 形成台北独特的客家文发 下一次来台北临江街观光夜市时 不妨用不同的角度 来感受客家女多元化的融合 你会发现客家女强韧的生命力 正所谓 台北通发圣经 客家文发成港